詹姆斯可能要失去全明星票王的位置 目前在西部全明星的选票数量上 他已经落后库里50多万张了 老詹也不得已 亲自站出来为自己拉选票了 毕竟身为目前联盟的第一人 历史第二人 詹姆斯还不想失去这个位置 起码不想失去为西部选人的权利 在今日比赛后 被记者问到认为谁会是全明星票王时 詹姆斯表示 全明星票王当然会选择我自己 我还不习惯被别人选择 这已经是赤裸裸的拉票了 国内的詹姆们可要为粉丝加把油了 论地位论身份论成就詹姆斯 都在库里和杜兰特之上的 如果让老詹成为被选择的队员 我相信会多少给全明星带来一丝尴尬的成分 老季福利志在千里 目前37岁的老詹 是胡人唯一一条大腿 根本不存在抱别人之说 不论出于尊重 还是他目前拥有的实力和人气上的考验 老詹都值得在那一次全明星票王 所以粉丝们加油吧